近日,李静磊通过律师发表声明,并指控王力宏冻结他的账户及不付赡养费。 王力宏通过律师回应,说自己平时都有让工作人员交现金给李静磊,但没有转账证据,所以无法澄清。 他每个月付出的赡养费是91万新台币,约人民币21万元。 此外,王力宏也发声明回击表示,希望所有纷争回归司法。 再度看到不实指控的声明深表遗憾。 不过,李静磊的友人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,李静磊从未收到过王力宏的钱,包括现金。 如果李静磊以及友人说的是真的,不得不承认,王力宏的扣门人设还真是屹立不倒。 王力宏有多扣门呢? 早期在采访中,王力宏曾透露自己生活得十分节俭,从不会购买名牌衣服,出席活动走红毯的衣服全靠借,穿完就还,绝不多花一分钱,不仅对自己扣门。 王力宏对待孩子也一样,以此为豪的他还抱怨到孩子的衣服比较难戒。 虽说节俭是美德,但明明有经济实力,却打着节俭的名头,可待家人就是抠门了。 只能说目前看来他们的官司还一时半会儿无法结束,后世应该还有很多的事要拉扯,就希望两人能够多顾虑孩子感受。